在海修河工程 因為後來跟駕駕駛 因為今天是星期鄉代表會 定期會當中 都會代表這順的重點 為田 讓農民盡快可以使用 很多農民在裡面耕種的話 我們優先的條件之下說 一定是農民能夠讓它出樹為主 不管是水泥 至少是用泥土砂土 讓那個八百車輛 可以順利接受他們的農產品 所以說我一個事情 我覺得很納悶 當時你們已經看過了 地點看過了 怎麼會說測試 測試不當 就是說不對地點 幸虧我來問什麼 到我眼裡發報 結果有人在講說 好像測試地點不對 這是怎麼回人家 說真抱歉 因為永山測試公司 在去當的時候 他當初 因為有一些坐標點 就先標示出來 剛好也是在那個點 只是好像相差不到100公尺左右 就是左右兩邊而已 他當初在拍的時候 他就拍到另外一邊 因為剛好有兩個擋骨牆 然後他不知道 實際上坐在左邊擋骨牆 他就以為說是要坐在右邊擋骨牆 所以他拍的是右邊擋骨牆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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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工程上 又是讓我們感覺說 又是廠商跟測試公司不得 沒辦法 這個課長再做一次 更明確給我們解釋一下 原本廠商他是報在3月28號要進工 然後他要報進工之前 我們就先來去查看一下 就是查驗一下 看他的失作項目有沒有補合 我們當初企業上的規定 然後現場來查的時候 發現他有幾項 缺失等級 部分的項目含六四座 所以我們就不予 不予竣工 就是管理製作條例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清潔收費那個 是不是也已經 已經 已經不是不是草案了 已經 已經正式了 就是說 我們蕭寧啊 蕭寧就是臉費啊 臉費這個理念有沒有保障 這個保險啊 什麼什麼 有沒有已經寫得非常的詳細 非常的清楚這樣子 有沒有 這是一個案子 經過我們相互會議討論 通過的案子 它是要送來 大會這裡做一個審議 審查一個動作 鄉民的部分 免費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是 好像免費 而且是 才有經過那個地方的話 我們多失費 也有票給他 但是那個也都很保險 在裡面啦 可是在有關會 我們還報信服的變化 裡面是否有一些的 小吃什麼樣的話 就希望他會再跟我們提出限定 我 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 就是說 應該 八月裡真的我們 八月裡也不是九月這個狀況 我們真的能夠 正式對外 來開放 來營運 我們的國際調教 只要簽罪十八點 鐵道路的災害 保健康檢案 代表會主席副水營 也一載導出工作建設庫 跟鄉長蘇共 可以拿出撇裂 蓋掛其中的建議 環境完成設計 看保時間 記者檢文選 採訪報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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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